經常看韓劇 都看見惡巴和韓妹吃飯的時候會喝酒 韓國人一定很喜歡喝酒 一邊吃一邊喝 然後當然喝一杯 威文是灣仔一間韓國餐廳的調酒師 講到韓國酒他當然是熟 韓國最主要的酒類大致分四種 第一種是最高層次的就是Soju 第二種是Yakju 第三種是Takju 第四種是現在很流行的Margory 米、水和蝦莫 這三種是最主要製造韓國酒的元素 沒有這三種是做不出來的 四種酒的米香、果味、甜度、酸鹹度都不同 如果初試韓國酒的話 威文就推介Takju 甜甜的、米香味、酒精度都是十多度 很適宜配合一些辣味的菜式 乾杯 剛才聽威文說韓國人很喜歡喝酒 今天帶大家來吃韓國菜當然要喝酒 我剛才喝的就是熊喉 熊喉是非常適合配吃一些辣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試試配這個泡菜丁餅 韓國人差不多每天都會吃泡菜 還創作出很多用泡菜煮的菜式 雖然不見到泡菜 但它的味道非常厲害 但又不算很辣 所以我覺得不太好吃 辣的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 如果你怕熱氣的話 記得記得一定要吃旁邊的黃帝菜沙律 我覺得這個黃帝菜沙律 那個菜都非常嫩 還有它有腩油和鹽 它的調味就不會太乾 這間餐廳特地請韓國廚 用心煮出韓式味道 嘗嘗牛肉餅 聽說是店鋪自己手打的 我剛才撈下去的時候 都覺得它好像挺結實的 其實這個牛肉餅剛剛煎起的話 吃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非常夠味 它的醬油味也很濃 超大的蝦 這個是炸蝦 它的樣子都非常邪惡 甜甜的 鹹鹹的 我最喜歡的裡面就是 它那隻超大的虎蝦 雖然它是挺邪惡的 不過我都很想一個人吃完整碟 韓國人非常喜歡吃的石鍋飯 我看到它上面的蛋煎得很漂亮 也好像假的 而且它非常健康 它就配了一些不懂的蔬菜 例如有些瓜、菇、菜、紅鵝白絲 吃得辣的話加辣醬 拌勻過飯 這樣才可以每口都吃到不同的配料 原來剛才的辣醬都頗辣 是有一點點辣度的 吃下去也挺刺激的 幸好我喜歡吃辣 辣 再辣一點也有 他們的白爪魚是自己醃製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辣醬也比較多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它的白爪魚很辣 不過口感不錯 都很爽、很彈牙的白爪魚 但我很喜歡吃它的蔥 它的蔥很脆 記得我剛才說過什麼嗎? 吃辣的東西很適合韓國酒 記得喝點酒才好走